朋友们,这操作太牛了 今天咱们聊一个听起来像段子 但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神奇故事 中国居然往浩瀚无垠的沙漠里 一口气放了十万头猪 估计连猪自己都没有想到 这辈子能跟拯救地球扯上关系 当美国NASA卫星拍到中国西北沙漠大片变绿的时候 科学家们怎么也想不通 直到他们发现那些在荒漠里悠闲散步的黑毛工程师 联合国的专家看完直接懵了 连发三个问号 中国人到底对猪做了什么 这符合科学常识吗 为什么偏偏是中国能做到呢 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对吧 但这就是发生在内蒙古酷不齐沙漠的真实故事 这事要不是有真凭实据我都不敢信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黄沙漫天中一群憨态可居的猪猪们 不是在泥塘里打滚 而是在沙丘上冲锋陷阵 他们所到之处黄沙变沃土荒漠唤新绿 联合国和不少国际专家心理估计之嘀咕 中国人自杀 路子都这么野的吗 大家好 我是微笑 咱今天就好好扒一扒 这十万猪军团是怎么摇身一变 成为沙漠治理的特种部队的 这事还得把时钟拨回到2018年 在内蒙古 那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库布齐沙漠 来了位愣头青养殖户 名叫王小亮 他当时做了一个在所有人看来都匪夷所思的决定 带着他的八百头小黑猪 作为先锋部队直插沙漠腹地 当时很多人都在想 这哥们是不是疯了 把猪往沙漠里赶 是嫌猪长得太慢 给他们搞沙漠求生特训吗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是 让所有质疑者都闭上了嘴 惊掉了下巴 这群我们平时觉得有点懒 有点馋的猪猪 一进入沙漠 仿佛瞬间解锁了隐藏技能 他们压根不用培训 天生就是沙漠作业的一把好手 他们的日常工作是这样的 沙漠表层有一层厚厚的板结的硬壳 植物很难生长 这些小黑猪可不管这个 他们每天在沙地里打滚撒欢 用鼻子拱土 这是他们的天性 就这么看似不务正业的玩闹 一头猪一天下来 轻轻松松就能翻松五平方米的沙地 能把二十厘米厚的硬壳层 拱得跟深耕过的耕地一样松软 这效率顶得上好几个撞牢力 拿着铁锹吃力的干一天 更觉得还在后面 猪的消化系统比较特殊 它们吃下去的草籽有很多 无法完全消化 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 于是就在它们边拱土边排便的过程中 这些裹着天然有机肥的草籽 就被顺带播种到了 刚刚翻松的沙土里 这简直就是一套翻地施肥播种的 全自动化流水线作业 你说这哪是普通的猪 这分明是自带肥料 自驱动全地形的生物播种机器人 当西方还在用高昂的成本重树 成活率依然不理想的时候 咱们的猪猪已经在沙漠里开工了 植被覆盖率从5%升到96%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原来放眼望去一片死寂的黄沙 在猪工队入住三年不到的时间里 几乎被绿色完全覆盖 从5%到96%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 这是生态系统死而复生的标志 缩缩树成活率高达85% 缩缩树是著名的固沙先锋植物 但在极端环境下成活率也是个难题 在猪群改造过的土地上 缩缩树的成活率达到了惊人的85% 这为后续建立稳定的沙漠植被系统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份成绩单直接把传统的人工植树 大水慢灌等制杀方法给比的渣都不剩 而且最主要的是还能赚钱 那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啊 咱们得先回到70年前 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生态危机 北京沙尘天气频发 最严重时漫天黄沙 早上门都退不开 整个中国的沙漠和戈壁面积 相当于是12个江苏省那么大 直接威胁着数亿人的生存 西方专家看着摇头 说这是不可逆的 中国北方迟早变成第二个撒哈拉 面对这样的绝境 中国人没有选择对抗 而是选择了理解 理解什么 理解沙漠的本质 沙漠最核心的问题 其实不是缺水 而是土壤板结 长期的风吹日晒 让沙子表面形成了一层坚硬的硬壳 硬度极高 这层硬壳就像给沙漠戴了一个铁帽子 种子落上去根本扎不进去 雨水也渗不下去 这才是植物无法存活的根本原因 那么找到问题 接下来就是找解决方案了 科研人员从王小亮的案例中得到启发 进一步研究后发现 黑猪的拱土能力能精准击穿沙漠硬壳 但这只是基础 真正的突破 是科学家们从中解锁了一套生态密码 拱土深度 粪便微生物与植物生长的适配性 猪猪在拱土的时候 形成的坑深度通常在20厘米左右 这个数据很重要 记住这个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这刚好是农业种植的黄金深度 既能够保证种子发芽 又能够让根系充分的生长 而且猪猪的粪便里面 含有1.2亿个活性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在沙地里就像一支地下改造部队 放线菌负责分解植物残体 把它们变成有机质 固氮菌从空气中抓取氮元素 转化成植物能够吸收的氨氮 解鳞菌则负责释放土壤当中被锁定的鳞 三管齐下 原本贫瘠的沙地在几个月内 有机质含量能从0.3%提升到1.7% 相当于每公顷自动生产数吨有机肥 可是光有技术还不够啊 因为制杀最大的难题从来不是技术而是钱 传统制杀为什么推广不下去呢 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 投入产出比 需要持续投入大量人力和水资源 而且效果往往事倍功半 那你想一想哈 每亩投入几千块钱 还要年年维护 关键是没有任何的经济回报 这种纯公益的事情 地方政府财政扛不住 老百姓更不可能白干 那中国的突破在哪里呢 在于把生态修复变成了一门生意 沙漠养猪 首先土地成本几乎为零 建设成本比平原地区低40% 其次 这些猪每天在几十平米的空间里活动 相当于每天健身 肉质紧实 鸡肝酸含量 是圈养猪的几倍 这种沙漠黑猪在市场上 能卖到几十块钱一斤 还供不应求 参与这个项目的农牧民呢 年收入从原来的几千元 涨到了数万元 这就把原来的要我自杀变成了我要自杀 那当自杀能赚钱 谁还需要动员呢 所以说咱们的猪军团 完全是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如果说只是猪把地拱松了 那还只是个戾气活 真正体现中国人生态智慧的 是这背后形成的一个完美生态闭环 猪是启动器 拱土 施肥 播种 是启动整个循环的第一步 它们就像一把钥匙 打开了沙漠变绿洲的大门 植物是稳定器 长出来的植物 比如缩缩树 沙蒿等 它们的根系 能牢牢抓住沙土 起到固沙的作用 同时 茂盛的植被 如同给沙漠打上了一把遮阳伞 有效降低了地表温度 减少了水分蒸发 为小猪们自己创造了更舒适的小环境 水市生命线 在这个闭环里 水得到了最高效的利用 被猪拱过的松软沙地 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 雨水降下来能迅速被吸收 渗透率直接翻了三倍 在年降水量仅有150毫米的库布齐 被小猪改造过的地块 竟然能留住80%的珍贵雨水 这些水分渗入地下 补充地下水 短短五年时间 当地的地下水位 就从几乎不见踪影 回升到了1.2米 有了水 一切生命才有了可能 最后 微生物是转化石 猪粪尿和沙子混合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分解 最终变成了富含营养的顶级营养土 进一步滋养植物 这个闭环一旦形成 就拥有了强大的自我维持能力 以前制沙靠人海战术 不停浇水播种 像给一个重症病人不停输液 而现在 在有猪军团的地方 靠天吃饭 系统自己就能运转下去 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性转变 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 中国人并没有满足于此 真正厉害的是立体经营模式 我们把猪队友 纳入了一个更宏大的 制沙系统工程里 形成了令人惊叹的制沙铁三角 第一角是光伏板 猪设上面架设太阳能光伏板 既能给猪遮阳 又能发电 大型光伏项目 每年发电量达到数亿度 猪粪改良的土地 还可以种植杀集干草 这些经济作物加工成产品 又是一笔收入 这些作物的结杆 还能够做成饲料 巨大的板面 能为下方的植物和猪群 遮阴降温 进一步减少水分蒸发 发的电还能用于灌溉 监控 一举多得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业循环 第二角是植物固沙先锋 植物们负责固定流沙 改善小气候 第三角就是猪军团 负责地下作业 翻土施肥 维持地利 这个光伏加种植加养殖的组合拳 打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它把能源 生态 经济 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这就是中国制杀的3.0版本 不再是苦哈哈地跟沙漠硬钢 而是学会借力打力 用自然的规律 修复自然 用最接地气的中国智慧 解决最头疼的世界难题 所以下次 当你再听到猪在沙漠里这种消息时 可别再当个笑话听了 那里面蕴藏着的 是中国人面对自然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古老智慧 与现代创新的精彩碰撞 这群在沙漠里奔跑的猪猪 它们不是普通的猪 它们是长了腿的松土机 是移动的肥料场 是行走的播种器 更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 焕发新生的绿色希望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制杀针这么简单 为什么其他国家做不到呢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 更深层次的问题 体质的力量 中国有一个其他国家 没有的优势 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三北防护林工程 覆盖13个省份 历史几十年 近三代人接力 这种跨越时空的系统工程 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和资金 更需要一个稳定 长期的规划执行能力 很多国家治理环境 都是走走停停 换接换政策 对吧 今天这个党上台搞这套 明天那个党上台推翻重来 而中国呢 一张蓝图会到底 一代接着一代干 当然哈 咱们也要实事求是的说 那养猪制杀 确实有争议 有人质疑说 猪其实是集中圈养的 不是真的在沙漠里散养的 这个质疑有道理 确实哈 这些猪用的全都是 全漏缝地板 配备智能喷雾系统 每头猪 全程用水 只需要1.6立方米 比传统养殖的用水量 大幅降低 这恰恰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中国的制杀 不是靠蛮力 而是靠科学 背后有北斗定位系统实时监控 有无人机规划轮目路线 有AI分析土壤改良进度 猪只是表面的工具 真正的核心是人的智慧 如何用最小的成本 达到最大的效果 所以呢 当我们讨论中国制杀奇迹的时候 不要只看到那十万头猪 要看到背后的逻辑 什么逻辑呢 就是中国人对人定胜天的重新定义 过去我们理解 人定胜天是要征服自然 是要和自然对着干 但现在呢 是要读懂自然的语言 找到和自然合作的方式 沙漠不是敌人 是等待开发的资源 它有充足的阳光 那我们就发展光伏 有广阔的空间 那我们就搞规模养殖 有巨大的温差 就种特色农产品 不是要消灭沙漠 而是要让沙漠产生价值 这就是中国智慧的本质 不对抗而融合 不消耗而循环 不独斗而共赢 今天当毛巫素沙漠 即将从地图上消失 当库不齐变成了绿色银行 当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四分之一 来自于中国 我们其实在告诉全世界一个道理 真正的人定胜天 不是改变自然的规律 而是找到与自然共生的规律 当你读懂了这个规律 沙漠也能变成黄金 最后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 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 和美好未来